中国过去几千年这个社会 长治久安靠什么靠家 我说每一个家里面这个家教都叫得好 这个家教 弟子规是家教里面彼修的一部分 那就共同括目 不管你是家教 是哪一个行业 这是基本的你都要做到 从弟子规说起 如果我们能够吸收祖宗的智慧 所有的小朋友成长了 都是一种知理 知爱 知情 这样一个人 我想 他走到任何地方 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长大 和我开始明白 我想摸摸 波里面别人快 飞里面别人高 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 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干净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干净 温柔的事不在他心里面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他 美丽的白发 幸福总发芽 天使的魔法 温暖中自杀 周杰伦红遍亚洲的音乐小天王 年轻人眼周最帅最夯的他 把对母亲的爱传唱全亚洲 因为在音乐这条路上 是母亲叶惠美 用爱一点一滴的灌溉 让周杰伦一步一步迈向高峰 尽管在外是大明星 回到了家 周杰伦依然是那个孝顺母亲和外婆的孩子 有别于他的新潮音乐 现代孝子周杰伦非常的传统 像周杰伦这样的孝心 其实是不分古今的 回到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 孔子的德义门生子路 就是知名的孝子 当家里穷到只能吃野菜过活时 子路远走到百里外的地方做工 用所有的工钱买了米粮 扛回家 让父母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米饭 700多年后 东汉官拜魏郡太守的皇香 用年时 为了让辛苦工作的父亲能够舒适的入睡 夏天 他用扇子山梁父亲的整袭 冬天就用自己的身体温暖棉被 晋朝时代的小吴某 家里穷到连蚊帐都没有 为了不让父亲在夏夜里被蚊子叮咬 他光着上身睡觉 用自己的血来喂饱蚊子 同样是晋朝的孝子 传说王翔在寒冬里 为了要抓寄母爱吃的鲤鱼 用自己的体温融化结成冰的浆水 笑感动天 跳出两条鲤鱼 古老的孝心故事 听在现代人的耳朵里 或许被认为不可思议 不过是什么样根深蒂固的思想 让这些故事穿越时空流传至今呢 2500年前的至圣仙师孔子 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笑替野者其为人之本野 笑是人类很久不变的价值 根据《论语学》片所编撰的蒂子龟 更简单明了地说出要点 蒂子龟 圣人训 首笑替 然而对于蒂子龟 现在的新兴人类是怎么想的呢 留下来的古训嘛 以前的人就是比较古老 所以说他们才会用这样 比较八国的方式展现它 那现在的话其实还是要遵守啦 其实大家都有在遵守啊 只是不喜欢用那么八国的方式去呈现它 很久以前 那你念过吗 小学的时候 就是现在年轻人还蛮缺乏的 你不会觉得这些东西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了 不会耶 就觉得这是基本的 孝顺吗 对 不会啊 怎么说 孝顺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对啊 就父母照顾你那你就是 孝顺他们也是蛮应该的啊 请问你知道地址龟吗 不知道 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过 那什么 成语吗 孝顺 就是不让父母担心吗 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啊 虽然因为文化 大级价值观的呸变 造成新兴人类对弟子龟各有看法 不过弟子龟的思想核心 孝 出现在现代社会的时候 便是最感人的故事 桃园外社国小六年级的班上 正在专心上课的小朋友 詹天祥 是2009年全国孝行奖 年纪最小的得主 谢谢老师 只有11岁的詹天祥 下课后不像一般同龄的孩子 留在球场上开心的打球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 让他可以参加课后补习 詹天祥得赶路回家 因为智能障碍的哥哥 还在家里等着他 天祥一进家门 就赶紧帮哥哥洗澡 接着切鱼炒菜 让饿了一天的哥哥吃得香甜 对于忙家务 帮父母扛起照顾兄长的责任 小天祥一点也不觉得沉重 我自己要做的 为什么 因为觉得我应该做的 因为家里爸爸不方便 断掉一丝手 然后妈妈要上班 觉得要帮忙 那妈妈不用太辛苦 父亲因为车祸失去了左背 只能偶尔接点零食工 家里的重担都落在母亲身上 天祥为了帮母亲奔忧解劳 不仅在假日到工厂陪陪母亲 也在住家旁边种菜 做环保回收 分担佳绩 有时候爸爸会整理 那你每天来菜市场都做香蕉吗 都整理啊 有时候骑假车车去上面巡逻 看有没有人剖拔柚子 遇到坏人 你直接对上他 偷走我们家的那个 拜拜的那个擦香那个啊 被偷走我就那个 就很争气啊 你这个就是不要跟对方对抗 因为你还小太危险了 天祥尽管还小 但是孝心和正义感可不小 菜园是他的天下 家里是他的重担 从小乖巧体贴的天祥 甘愿做 欢喜寿 连老师看了都不舍 天祥这个孩子 如果说 是从学业成绩去看 其实他是属于中下 但是如果 我从他本身的个性来讲 他非常的善良 而且呢 他很勤劳 而且乐天 我觉得他就是在他身上 就可以看到乐天之命 而且不计较 有很多比较贴心的举动 他有时候不会讲 但是他会去做 所以是帮父母分友解了 对对 真的是帮父母分友解了 十多岁的年纪 未必懂得什么大道理 但是孝涕之心 却在小天祥的身上 表露无遗 导师高翠敏感动之余 透过孝行奖的推荐跟表扬 将天祥孝顺的故事 让社会上更多人知道 这一次举报的孝行奖 因为他年龄最小 而且他不但是年龄小 我觉得他不计较 他做的事情 真的有很多大人都做不到 你看尤其是大哥 大哥是 我刚开始教他的时候 他是全身脱光光 就是只有一条内裤 那现在比较进步了 是包纸尿布 但是你看这么热的天气 只尿布包一天 我在想我们大人 帮小朋友换尿布 我觉得都会有点怨言 何况他对自己 比较大的哥哥 而且那个大人的排泄物 跟小朋友 跟baby又不一样 真的是特别的臭 所以我觉得他 帮哥哥洗澡 还有清他的那个排泄物 我觉得他 从他脸上都看出来 没有不耐烦 而且 对大哥二哥都一样 我就想 这个孩子怎么会 就好像人家 实际在讲的 什么 华音做甘热 我觉得他好像 从他身上就看到 这一种现象 而另一位在新竹 比天翔大两岁的孩子 今年十三岁的中豪音 四岁那一年 因为车祸 造成颈部一下瘫痪 躺在病床上 没法上课 八年多来 妈妈总是带着笑容 踏进病房陪豪音 从未见断 你好不好 好 想不想我 想啊 亲密的脸贴脸 是豪音最爱的互动方式 但是妈妈为了让豪音的视野 能离开这张病床 多年来不间断寻找那一支 对外沟通的钥匙 寻找过程 在试验 这一年多 可是他 接触这个快一年了 那个前面三个月来讲的话 他就已经可以完全适应这个 口气式的滑鼠 而且 说实在 对口气式的滑鼠 他每天要写 我就规定他 每天跟我们写信 然后跟一些亲戚朋友 那些写信的话 他认识字的速度非常快 在他身上看到他 自己也努力不懈 然后我觉得说 这或许是老天给我们 另外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生 他有时候会发现 比较新的 新的电动那样 他会跟我讲说 这要怎么玩怎么玩 那我就比较被动就是 过励一下 我要讲故事 你在打电动 打完电脑 这样不对吧 真的吗 是啊 那你就没在乎我啊 那我会很伤心 我要让这个公主 在满十五岁的那一年 被纺织针刺死了 多年来 豪英的父母南北奔波 终于找到适合豪英 使用的口气式滑鼠 只有头部能动的豪英 透过吹气控制滑鼠 就能上网 跟外界通信传简讯 豪英因此祭出了自己 生平第一张的母亲节卡片 他是属于比较 敏感比较会观那个 观脸色的小朋友 他比较贴心 他知道说我的 稍微看一下就是说我心情好不好 或怎么样 所以这一点他就是比较 水域比较敏感性的 有时候我会想 母亲节到了 你要不要送我些什么东西 他说 那要送什么 我又没有什么能 你说 你只要画一张卡片给我 妈妈就很高兴啊 我说你现在会画画 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 来画一张给我 然后他就开始 就说那你想要什么 我就会说 最起码要一朵花啦 要一个太阳向着妈妈热情啊 他就把它记下来 那颜色是你自己选的吗 对 我喜欢要很大颜色 豪英妈妈感动得泪流满面 卡片上的一草一木 全是他喜欢的颜色 这是豪英吹了半个月才完成的作品 用来报答妈妈对自己的爱 我们是59分的爸妈啦 妈 几个是60分 你要给我几分 100万 没 一百万分啊 这么多 青春在豪英的这个年纪 应该是自意挥洒 然而上天在他的身体上 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 不过乐观努力的他 即使行动不便 为了报答父母那种克服万难 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 也是一种滞孝的表现 不会啦 他有点自我的宝贝 离开新竹的医院病房 台中的这栋透天错礼 也有一个以孝顺普出的故事 林老太太一大清早就坐在门口 帮忙准备摆摊用的豆乳鸡块 头发已经花白的她 是全家人的宝贝 这栋三层楼的屋子里 四代同堂十八位家人 都住在一起 为的就是要奉养老母亲 你很高兴 很高兴 如果兄弟一人一边 有时候照顾妈妈 也不方便 有时候老人家 会有状况或什么 大家互相照顾 林家三兄弟从小住在一起 就算各自结婚生子 经历老家改建 一家人都没有想要分开 为的就是不希望母亲 没人照顾 更可贵的是 三兄弟还曾经一起 经营喷漆工厂 虽然生意失败 但也没有影响兄弟的感情 现在还在夜市摆地摊 不要啦 生活过得过去啦 长得似后的好 把他身体顾得健康最好的 我们为一个子女 就是这样子啦 以上三个故事 在困难的生活中 子女依然能够 事事以父母为先 处处以父母为主 时时想着父母 这就是真正的孝行 以孝行实践做人的本分 跟2500年前孔子的儒教思想 有极大的关系 孔子是从人性 出发而做教育 既然从人性出发而做教育 刚才说 人生首先表现的爱 是表现在家庭中的爱 是表现对父母兄弟的爱 所以从这里教爱 是最方便的 于是儒家就 首先说孝替的教育 其次最后是仁爱的教育 孝替与仁爱 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身为孔子第76代后人 三岁就读过三字经千字文 对于儒学有深刻研究的孔令哨 特别强调孝在儒学实践的重要性 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对长辈人也讲究的是孝 孝是对同辈人 对同辈人是孝 要友好 要恭敬 同辈人同辈人相处 要做到友好 对长辈人要做到孝敬 实际上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非常推崇孝这个理念 西元前六七世纪 是人类文明的觉醒时期 基督教佛教文明诞生 苏格拉底则将希腊思想扩大发展 同一时期 东方的孔子周游列国 抒发极致 在大陆山东屈服的这片姓林里 孔子曾在此论述说道 当时的世界战乱平凡 道德沦丧群雄并起 但是孔子要大家从孝涕出发 才能在乱世拨下和谐的种子 三百多年前 清代的李玉秀根据论语学儿篇第六条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伴爱众而亲人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写成迅蒙文 后经贾存人修论为一千零八十字的弟子规 不止孩子背诵 也是大人做给小孩看的身教 好就好在他是从孝开始 孔子说孝是人之本 为什么呢 因为小朋友最容易感受到的 其实我们都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 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父母答案 新闻媒体时有报道 父母年老体弱 被孩子遗弃 甚至逐出家门 沦落为乞丐 更恶劣的还杀害父母 当我们对父母不孝 怎么能谈建立和谐社会 又怎么能够齿延世界和平安定 有些人已经在弟子规里找到答案 好了没 好了 弟子规 吉 弟吉在 变年时 呼噜噜过山洞 仔细听 这可不只是玩游戏 台北的贵族幼稚园维格 每到校午朗朗读精声 就会伴随着孩子的笑脸 出现在教室里 缓尖连 物有声 缓转弯 物处冷 犯爱重 犯爱重 隔壁班的同学不过山洞 大家点点脚扭扭腰 老师想板打打的 轻轻松松就记住了弟子规 让小朋友身体力行 在家里做到什么 跟弟子规有关系的 我在家里有照顾爸爸妈妈 照顾爸爸妈妈 怎么照顾 就是没有跟爸爸妈妈吵架 没有跟爸爸妈妈吵架 你在古今的时候 你读到弟子规这个 这一篇 你觉得你回到家 你有表现什么 跟妈妈 幫妈妈做洗衣服 啊 哦 最近 再说一次 幫妈妈洗衣服 幫妈妈洗衣服哦 哇 好神奇哦 还有呢 还有呢 跟哥哥呢 跟哥哥相处 你是用什么方法 讲的 用讲的 有没有用这样子 so angry的方式 有没有 没有 好棒哦 掌声鼓勵鼓勵 我来 五六岁的幼稚园小朋友 同言同语 尽管未必能真正了解 弟子规的内容 但是透过游戏 背诵与情境分享 寓教娱乐的模式 让小朋友在无形之间 内化了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 背诵 那从背诵的过程当中 孩子 比方说 碰到那种情境 老师就会把 里面的情境的内容 把经典里面的内容 再 比方说出壁告反壁面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小朋友会 老师就把它应用出来 然后让小朋友知道 说 原来 什么叫出壁告反壁面 就是回到家里 就要跟父母亲说 我回来了 出去了 就要说我要出门了 所以孩子在这过程当中 他慢慢他就懂得说 等生活的礼仪啊 这样子循序渐进 就深入了 推行读经教育十多年 弟子规 一直是维格重要的教材之一 维格将其排上课表 小朋友每天都得上 二十分钟的读经课 老师还以多元的游戏乐器辅助 让大家当快乐小弟子 全是人 皆虚爱 皆虚爱 天同父 天同父 地同在 地同在 像弟子规 它里面 其实都是三个字三个字的 小朋友读起来 应该是很容易 朗朗上口了 所以是属于简单的内容 所以蛮适合 就是说大概 幼稚园的小朋友去读 或如果说 当他读诵之后 他能够再去接触 不同的经典 可能效果会更好 天真活泼的容颜 若能从小 就有良善的文化涵养 那么他们未来的天空 将是绚丽而缤纷 而这个社会 也将和谐 安定 地子规 就像是一种养分充足的肥料 点滴灌溉在小小的幼苗上头 过程中 全心呵护的园长张玉玲就说 十多年来的灌溉培养 已经结出令人欣慰的果实 大概在十多年前在推的时候 确实一开始家长会觉得说 会不会太八股了一点 可是这么多年来 反而是都是接受到肯定 而且家长经常跟我们回馈 就是说 当他孩子读完经之后 能够更专心 然后肌力也增加了 也变强了 所以 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感觉 就是说 真的是值得 从台北前往中国大陆吉林市 会与美丽松花江畔的松花江中学 一阵阵的悦耳歌声 从礼堂中传出 增长前 升校低 音不闻 却飞移 进地区 对地池 问其对 学生们 学生们穿上传统服饰 翩翩起舞 迎唱地子龟 原本金色的文字 铺称 酷称容易理解的 悦耳音符 让孩子们透过唱曲 对地子龟心理神会 一进课堂 学生第一句话 老师 这 学这个歌啊 怎么学这个歌呢 然后 后来就不一样了 后来就是刚开始 强制要求他们回家 给父母 给 今天学的母亲 回家给妈妈 让妈妈坐在那 然后 你给妈妈唱一个这个歌 学生有的不按要求做 但是后来我们通过这个 各方面的教育这样结合 学生给父母唱这歌的时候 唱着唱着 有的同学就回来跟我说就是 说我唱一半 我妈妈就哭了 自己我就感觉 哎呀 原来那个 我就简单的给妈妈唱个歌 妈妈都这么感动 那妈妈为我做了那么多事 我就从来没注意过 每天清晨六点半 松花江中学的学生们 用诵读弟子规 来揭开一天的序幕 人不在其其道 周遵照 无不明 最遵照 无限能 陆玉长 继续 校园里处处可见 弟子规训事版 还有学生创作的 弟子规秘报 让大家自然而然的 沉浸在盛贤的文化氛围中 以后得博学为校训的 松花江中学 2007年起 开始推动弟子规教育 学生 老师 家长 全员参与 知礼役 董礼节 有礼貌的三礼运动 两年多来 四阶段推动 最直接的效应 可以从深学绩效 跟招生入学的亮眼成绩 看出端倪 我们学校这两年来的招生 形式都很好 我想也得益于在学校推展 弟子规秘 一方面 学校呢 中高考成绩好 这样呢 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 这样的学校当中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目前看 家长啊 普遍的 应该讲 也提高了 对学校 落实德育的认识 比以往 这个认知程度 要高 过去松花江中学在当地 并不算是热门的明星学校 但是自从导入弟子规后 半学成绩一飞冲天 在吉利省200多所学校中 获颁教学质量提高奖的肯定 而学校 学生和家长 三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退展弟子规之后 学校呢 确实发生了变化 学生的这边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文明啊 礼貌啊 和学习成绩提升 老师们这边呢 通过学习弟子规 建议弟子规 也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失德问题 他认真从事本职工作了 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 那么从家长这个角度 我们主要是希望家长 一一了解学校在干什么 配合学校 从校长到老师 从古板变活泼 松花江中学全校 一致经营在弟子规的 校替良善文化里面 其实最早的发起者 是王岐老师 现在带领着96人的超级大班 很多家长就是冲着 弟子规的魅力 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他 我是一个实践者 我首先也是个学生 我是个实践者 走过这三年 我自己感到 孩子们在弟子规的学习当中 他幸福快乐健康 中考 全校五个中考满分的 我们班三个满分的 这是说明什么呀 老祖宗留个东西管用 人可以教的好 不要玩文字游戏 真心去干嘛 这是我想说的 在王岐的眼中 老祖宗的智慧 无论时代怎么演变 都还是事实而贴切的 现代教育尽管新潮开放 却教出了许多问题学生 王岐便认为 真正的问题其实在老师 而不在学生 透过弟子规 师生可以一起学习 咱们都在一味的说啥 这个学生不好教 这个孩子不好管 错了 先管好自己 先教好自己 现在我们很多的教育理念 都需要上去 如果一个家长 真正的先把自己管好了 一个老师真把自己教好 学好了 学生很好管 只不过是时间长短问题 松花江中学的另一位推手 赵秋雨老师 被学校委派为 弟子规研究室主任 为全校编撰了中华古典文化讲义 赵秋雨历经文化大革命 对于被迫断层十年的中华文化 而精确智力恢复的情况 感触非常的深 我的学生时代 和国家的十年浩劫 相伴随 相始终 就是文革开始 我上学 文革结束 我毕业 这期间科养而知 国家的文化是一片空白 我们学校的教育更是一片空白 所以他们我相信 他们学习了这些传统文化 受到了如此好的教育 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再继续传下去 代代相传 声声不息 声声不息 监菩萝 帕王 监宇 重无参 天地众孝 孝岛 bound献 亦的孝字全家安 孝氏人到第一步 孝顺子地必平现 小羊贵乳 感念母恩 感念母恩 羞辱共生亭 小羊贵乳 感念母恩 每当贵羊徒的旋律一响起 课堂上的学生们 必定是感动万分 一字一句 一音一律 那自然的天性全被呼唤了出来 就算个性在倔强 行为在乖张 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下 孝心全都自然流露 一切新进行为也能逐渐改善 学生的变化呢 他不能立竿见影 它是个潜移默化 我们曾经跟没有学过的同学做比较 就是外人看的 外人说 呀 一看就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我说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所以你那个发言 这个讲的内容 就只要不用说举止言谈了 不要说外表 就外在东西了 外在肯定是不同了 就是发言的内容 一看就是很有文化 很有修养 意思是说很有文学底蕴 就这样他们潜移默化的 就把他们的从知识文化 到道德品质都给很大程度的提升 道别松花江 到马来西亚的北端 槟城 地子龟的火种也在这里点燃 唱国歌 清晨七点半 中林独钟准时升旗 独钟二字赋予了中林不一样的意义 独钟是马来西亚华人 赞助创办的中学统称 也意味着中林 担负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责大任 为了让孩子们理解老祖宗的智慧 中林独钟是这么做的 每周一次的地子龟课程 是中林独钟的学生最期待的一堂课 老师带着学生读地子龟说故事 他就是今年十大杰出清零奖得奖人谢坤山 你本来自台湾乡下 这一天说的是台湾知名口族画家谢坤山的故事 和他还蛮过就对了 我才真正的意识到说今天 是上台湾的胜上 但是真正的口 我在他的心里 那谢坤山有一句话 能不能讲到 让我们讲到 他说从来没有想他心虚是什么 他只想他愿意游身 他一直被人唱到叫做落衣服 落饮食肚鱼的腹身前 他连机会的身体都已经没有人做事了 那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 让母亲不再为他喂饭的时候掉眼泪 整个的创造力 那就是因为有一个孝心 原划出来 孝心在背后推动 可以把我们很多的血液激发出来 所以你只会的最后一句话叫什么 物自暴 就在孩子们专注听着老师说故事的同时 弟子龟也潜移默化地留在心中了 随着时间一星期一星期的过去 孩子们改变了 看到老师九十度鞠躬敬礼 也会自动捡起地上的垃圾 我觉得很好咯 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礼貌和礼仪 可是不会觉得跟现在的一些流行的东西差很多 不会啊 怎么说 因为学习礼貌已经是可以了 最主要是让我们学习到就是 包括孝顺啊尊重别人啊 就是其实尊重是基本礼貌啦 就像我说的要学会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自己 这样人生才会有个意义 学了弟子龟过后我开始学会就是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也明白了就是尊人者人必尊之 所以开始懂得尊敬别人 小小的细节大大的改变 让当初在中林推动弟子归教育的副董事主席 也是校友的王炳耀很欣慰 把我们的祖宗的文化教育传下一代 今天的社会不能和解的毛病 出在教育只注重知识 没有注重道德 所以弟子归是现在社会的良药 从台北吉林到槟城 弟子归撼动了许多人的心灵 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中 珍藏了一本清朝同志秉隐年间 弟子归的重刊本 泛黄的书页上 一千年八十字的弟子归 是集中国人家教的大成 它仿佛是一颗颗的宝石 串起做人做事的朱链 弟子归是谁学的呢 是父母 是家里的长辈 弟子归是日常的生活教育 是父母长辈 在日常生活中的身教 子女天天耳濡目染地学习 所以父母 特别是母亲 是小孩的第一位老师 所以中国从前这个家教 在婴儿面前 一举一动都要说规矩 那个规矩基本的就得做 做给婴儿看 所以他到三岁他全学会了 这是父母要做到啊 父母 你对你的父母的孝顺 对你祖父母的孝顺 让他在旁边看到 他就学会了 这个杂根教育是怎么来的 知名的网路作家信仁君 是一名新手爸爸 抱着熟睡的一岁女儿 眼里流露的竟是满满的亲情 女儿出生后 信仁君就像许多家长一样 想着该给心肝宝贝 什么样的教育 才能让他泰然自落地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 偶然的机会 他在网路上看到弟子灰 吃着拿奶瓶喂奶的时候 信仁君一次一句 背着弟子灰 给自己听 也给女儿听 很奇妙的 女儿虽然还不懂事 却会在听到弟子灰时 开心的笑 第一次的笑容 是亮的灿烂无邪 让信仁君印象相当深刻 那我不晓得说 我背这个弟子灰 然后跟人家分享 会产生这么大的 一个震撼的笑容 之后我在网路上 也跟其他网友的分享 网友说太棒了 然后想说弟子灰真的是 它是这种很有能量的东西在里面 信仁君将这样的感动 写成文章 在网路上与人分享 我对弟子的内容读来非常感动 念地子规这个事情 并不是像被这个 我们说教小孩子被救救成法 因为它不是一个知识技能的道理 你第一步你要先自己 做父母 你自己要先了解 了解之后呢 然后你 你以身作者 那小孩子看到你这样一个行为之后呢 他对照弟子规的内容 他就能耳濡目的 那他就慢慢的就是 能够实践弟子规的东西 如果说人生好比盖房子 地子规就像是骨干 是基础 这门功课 一生都不能离开 下集 带您继续看看 如何透过弟子规 这圣贤的教诲 寻找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